汉尼巴巴卡 也称汉尼巴巴卡尔 是一位卡塔哥尼亚将军和政治家 生于第二次布尼战争期间 他于公元前247年出生在卡塔哥尼亚 现在属于图尼斯 是著名卡塔哥尼亚将军卡米尔卡巴卡 的儿子 汉尼巴被广泛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策略家之一 以他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和对抗罗马共和国的胜利而闻名 第一章 早年生活和军事生涯 汉尼巴在一个军事家庭中长大 从父亲哈密尔卡巴卡那里接受了全面的军事战略 战术和领导教育 当汉尼巴只有9岁时 他的父亲带他到西班牙 任命他为卡塔哥尼亚军队的指挥官 汉尼巴在西班牙长大 年轻时曾与父亲一起参加多次战役 在公元前229年 他的父亲在战斗中阵亡后 汉尼巴继承了他在西班牙的卡塔哥尼亚军队指挥官职位 他很快就以出色的军事策略和领导能力赢得了声誉 在公元前218年 汉尼巴发起了他最大胆的战争 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 第二章 第二次布尼战争 汉尼巴入侵意大利标志住第二次布尼战争的开始 这是卡塔哥尼亚和罗马之间持续了22年的一场战争 从公元前218年持续到公元前201年 汉尼巴在意大利的战役是一项令人惊叹的军事策略成就 他赢得了对罗马共和国的几次惊人胜利 然而 汉尼巴在意大利的战役中展现了他的军事天赋和领导才能 他发起了一系列的袭击和袭袭 威胁到罗马的中心地点 他率领军队成功击败了罗马军队 包括在特拉帕尼的战役中击败了一支由8万名罗马士兵组成的军队 然而 汉尼巴在卡尼战役中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失败 使他的战略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尽管他仍然能够在多伦斯战役中击败罗马军队 但他的军队在罗马的围堵下逐渐处于困境 最终 汉尼巴被迫离开意大利 返回卡塔哥尼亚 第三章 万年生活和遗产 汉尼巴在卡塔哥尼亚度过了他的余生 但是他的政治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他被迫流亡 最终在比提尼亚投降给罗马共和国 他过着一个孤独的生活 最终在公元前183年死于自杀 汉尼巴的死后 他的名声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传奇 并且被后人视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和政治家 汉尼巴巴卡在历史上被普遍认为是最伟大的军事策略家之一 他的战略和领导才能为后人所崇拜和追寻 他的传奇故事和战略遗产 一直被后人所探究和怀念 结论 汉尼巴巴卡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在他的军事生涯中 他发挥了出色的战略和领导能力 他率军越过阿尔雷斯山 击败罗马军队成为了一个传奇 他的故事和战略遗产影响了后人 并为他赢得了无数的崇敬和尊重 他的战略思维和领导才能 成为了后世将领和政治家的借敬和学习对象 虽然汉尼巴在卡尼战役中遭遇了重大的失败 但是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将 他的胜利和战略贡献在历史上得到了肯定 他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成为了一个不朽的传奇 汉尼巴的故事和战略思维 一直被后人所探究和学习 他的勇气、毅力和智慧 成为了后世将领和政治家所追求的典范 他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思维和战略意识 仍然在当今的军事和政治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汉尼巴巴卡的生命和事业 彰显了人类的勇气和智慧 他的故事和战略思维 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宝贵遗产 继承了人类文明的辉煌传统 他的死亡并未终结他的故事 反而成为了他生命的延续 永远地定格在人类的历史和记忆中 汉尼巴巴卡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他的事业和贡献永远不会被遗忘 他的故事和战略思维 成为了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璀璨之光 并且在当今的世界中仍然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感谢您们收看这段影片 希望透过本频道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历史知识和玩味 如果您喜欢这段影片 请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和开启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更多精彩的内容 同时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和分享 您对历史玩味的看法和建议 我们非常乐意和您互动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